如果想要自己實際來做看看的話 您就可以進到這個群組 來,你再按一下群組,剛剛你是加入的嘛,當學生 現在你要當老師就要自己建立了 所以你進到這裡之後,右上角這裡,我們剛剛是加入,現在是建立 按一下 那一樣的,就自己給那個群組一個名稱 老師待會我這些測試的資料不要都可以參加 都OK的 那當然群組也可以選擇要不要做要公開 那預設的話都是 私人的,所以 不會有公開的問題 好,我在這邊我就建立了 事實上他還有一個功能啦,不過 那個功能是各位如果以後真的用一段時間 之後才比較有的,就是會入 為什麼 因為老師現在剛開始,你還沒有 經歷過第一階段 先建立的過程 像我用很久了 如果下個學期,我要開同樣的課 我需不需要再一個一個加進來 那不用啊,我就直接把原本那個 這個學期的群組匯出來 然後再倒進去,我下個學期的課就做好了 我同學名單,我同學過去 就是一個新的 所以我其實現在我大部分都是用匯入本 反而很少特別建立 除非就是 這個課本就是這個學期上 這樣 好,你看我建立一個空格 好,進來之後呢 右上角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鎖頭 表示什麼 表示現在這個群組是不是 私人了 所以如果你要公開就可以在這裡按一下就可以 好,第二個 進來之後呢 這裡有個代碼 右手邊是有個代碼 您可以自己 點開之後,產生你想要的代碼 就是如果你不公開的話 那有些老師會忌諱 忌諱什麼 啊,不要這個字有沒有 重新 再產生一個 杏菜啦,你喜歡幾個就隨便啦 產生到你喜歡蠻意維持這樣 好,就不像我們一般那個Google 才是說的代碼,就只有一個 有沒有,都固定的,有時候很難記呀 這樣了解 那當然如果您覺得我不希望再開放同學加進來了 也可以把代碼清掉 這樣就不會有人知道代碼要重新加進來的問題 這個也可以 第一個 所以你這裡先準備好了 再來 我們右手邊這裡 您看到是不是就有所謂的管理功能 有沒有 管理功能有任務啦那些 您可以從這邊增加,也可以從我們上面這裡增加都沒關係 我們先從這裡增加好 您到任務這邊 現在裡面都是空的 有沒有旁邊 就有一個新增任務 按下去 您可以自行選擇 任務的名稱 然後呢 他 要不要做一個任務的分類 有點資料夾的概念 但是不分類也沒關係,因為你現在都沒有 那重點是 跟我們剛剛做教材一樣 如果你還在準備中 我可不可以選擇先不開放 可以的 如果你要開放的 那就是同學只要進來就會看到 所以我平常我都是把同學的 就像您剛剛在這邊看到的一樣 我通常都會把 我這一週上課的 到這一週上課的我再開放 比如說您看這樣進來 任務 您可以看到我的像這樣一個月有沒有 可是我可能第14週第15週我還沒有要開放的我就關起來 就不會讓同學覺得沒進來那麼多東西 他現在進來看到都是已經完整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 我們18週的課程 資料是還蠻多的 所以我還會用一個字頂的功能 這一週的 或這幾次我用到的我才會放在最上面 他只要一進到任務就馬上看到 不用再往下選 所以我現在第幾週 不用他進來就會看到 所以 這個是像這樣 那所以您在這邊 好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建立單元 一個叫選取單元 搜尋也可以 搜尋就是搜尋哪裡 我們剛剛不是 最上面這裡有一個叫發現嗎 也就是人家公開的 我可以透過下面這個搜尋的功能去找 別人的教材也是你的教材 這樣就覺得 只要他有公開就好了 那我們 這裡要跟老師說明一下就是這裡 兩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叫建立單元 一個叫選取單元 選取單元 這裡 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有自己建自己的課程嗎 或者你去訂閱別人的課程 只要你有 建立的課程或者 訂閱別人的課程就可以從這邊把別人的資料或你自己的資料直接加進來 你不用再增加 比如像我們剛剛不是已經增加了YouTube的影片嗎 你幹嘛那麼麻煩他再把YouTube增加一次 我就直接來選 所以你看我按選取單元 好你就可以看到喔 有沒有 你自己建立的還是訂閱別人的 好我就找我自己建立的 有沒有我們剛建立的在這裡 你也可以找其他一樣的你看 我有沒有整理我自己的歷史教學影片 因為你教很多次 總會有幾次你就要滿意的吧 那我就把它歸納到那邊 還有更好的我就把那些替換掉 好我就從這邊 我剛剛有加了數學 今天可能要 講這個單元我可以全部一起選起來 這樣子我就可以加進來 這樣子老師在使用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那我們在加入的時候在這裡 我選了教材我按加入 他會有兩個選項 你是要複製一份 還是要直接引用 這個有什麼不一樣有 就是說 就是說引用的話你老實在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說 他在 新增課程的時候最下方有一個 完成條件 你這個教材預讀百分之多少 影片要看完多少 那今天我們會遇到一個情形 老師可能有兩個班三個班同樣的課程 但是不同班級 每個班級的進度或者 大家的程度不一樣 這個班級我想要要求比較嚴格一點 那個班級我覺得可以放鬆一點 所以如果 老師呢你覺得這個班級就跟我當初建立那個教材 完成條件一樣 你就直接用引用就好 如果你覺得進來之後這個班級我想要放鬆一點 那我就用複製 因為你可以自己再去 設定他所謂的過關條件 大概會是這樣 老實了解 但是引用的就是你不能改 不能改 那複製一份就是你可以 完全自由的重新再做調整 大部分我都是用引用的 所以我這樣引用進來你看 有沒有 我從這邊我就可以知道我這個教材 是從哪一個課程引用進來 可是後面完全沒有任何編輯的功能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剛剛只能引用 好今天如果我不是用引用 我是用複製的 我們來試看看 如果是像這個 這個 我加入的時候我直接用複製 老師有沒有發現 後面這裡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複製就表示我可以去編輯 這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這個班 你們只要看這一段就好 這一段影片 他沒抓到 有有這裡 你們班就只看這一段就好 別的班看長一點 這也都可以改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這個就是 我這邊就等於針對這個班底座客製的話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當然就直接按新增就好 這種就是我們 如果呢 你在那一邊有先準備好你的課程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直接去選 那相對的如果你只是 臨時性的 比如說我今天覺得這影片不錯 可是我們 沒有要把整個教材 只是給這個班底座參考 那我也可以從這邊建立新的單元 從這裡 按一下 老師有沒有發現他的單元類型 還蠻多的 其實跟我們剛剛在外面建立是一模一樣 課程裡面建立一模一樣 他有這麼多 有Pro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付費的功能 包括檔案的上傳 或者是那個 討券直接PDF 放進去或圖片放進去的 這兩個是屬於付費 其他都是免費的 包括像塗鴉體的那些 但是在這邊老實要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在影片裡面出題 影片出題的功能 很抱歉 在這邊如果你用的 是 臨時性的建立單元 沒有辦法出題 你要出題一定要回到就是我們剛剛 課程這裡面 這是他目前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看影片 要決定那個長短 那個都可以 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要出影片題 我要出塗鴉 都好 或者按像儲存 一樣的 你就可以把你的網址 YouTube的網址把它加進來 像這樣加進來 有沒有 一樣的會自動抓到 但是這裡就是沒有我們剛剛講的影片 題目的那個功能 好 這樣鎖存起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 沒有問題之後你按新增 在這裡面 有沒有全部都幫你把 縮圖都全部抓到了 所以同學就可以像這樣去做觀看 那觀看的過程 就像 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哪個單元 哪個教材看了多少 互相這樣子 所以如果像您剛 需要那個什麼測驗題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你看這邊有所謂列級題 有所謂的投票題 列級題是就是 無限多次的 投票題就是一次的 塗鴉題就是等你 找到一張圖片放進去 他就給你塗鴉的工具 讓你自己去決定 因為塗鴉題就沒有那個標準答案 就要靠著工約券 所以 在這邊其實這個都是 看老師上課的一個方式 如果您在電腦教室上 當然可以做提示 那如果在一般教室上 可能就是可以搭配平板 或是讓同學回去先 做所謂的預洗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現在 那個大禮物又來 一升一平板 但是只能用五年 五年之後就是一升 沒有平板 其實那個錢實在是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OneNote 他的學習曲線 跟一般的數位學習平板 比起來 OneNote的學習曲線相對是 比較快 也許他功能 沒有像 很多像大專業下用的 那種數位學習平板的功能那麼多 但是他確實是相對來說還蠻好用的 所以 透過這個機會就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可以知道說 OneNote在 這方面的一個應用 就